哎呀 戴宇你画了一个画 这是你画的什么呀 这幅画 神舟十三号火箭 你还知道神舟十三号 戴宇你太厉害了 戴宇你太厉害了 你长大要不要当宇航员呀 要是吧 那你要好好上学 戴宇的掌握好多知识好不好 你看 你们看呀 他这边还画的是中国的国旗 对不对 对 这几个字是哪大是要写的 写得太难看了 写得很有意境 哇 你太厉害了 戴宇那你知不知道 他们已经回地球了 宇航员 对不对 对 已经回来了 老公 我们儿子教育得不错呀 对 都贵你的功劳 他长大想当中国宇航员 那你看你跟他 你天天陪他一起画画呀 他现在就怎么说呢 有什么梦想 他林芒娜一掌枝然后画出来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 以后会的 他以后画的肯定比我好 因为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不会画画 嗯 我也觉得 对 哎呀 就不容易 我们家至少可以省掉一笔培训班的钱 就是呀 就是呀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他今天五岁不到是吧 对 他这个怎么说呢 他这个怎么说呢 接受能力 就能记得很多很多东西 对不对 对对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俄语的单词非常长 他连俄语单词能记住 还有什么都记不出 对 我妈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姓什么 哈哈哈哈 国际台已经记住了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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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你一下才问问他 他肯定不知道 但是妈妈会说这个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是吧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他是怎么说的 不管怎么样 他会说呢 我能听懂 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这个太不容易了 对 以后要是他就是当这个宇航员 我觉得 这个梦做做的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发自内心的觉得 他如果当个画家是非常简单的 当宇航员要为这个作为科学家的话 对 要走的路太难了 嗯 首先我们俩这个数学辅导不了他 对我们这个数学 您还好 我的是这个彻底就 我形容不了 但是没事我有个外甥 他爸妈两个人成绩也就那样 但是他成绩非常好 对呀 万一他是个意外是吧 对意外意外 万一不像我呢 对吧 对 你还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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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笑吗 感觉一股绿色的味道飘过 像一个青草地的味道 因为春天到了 春天到了 就会有青草地的感觉 对呀 好嘞好嘞 还发现这两天瘦了呢 瘦吗 不就是很得先瘦 不过我真的瘦了 瘦了四斤啊 主要是咱们都开始要被限制出行啊 对对对 对对对 我们这个疑心如今 今天新冠爆炸是多少 十几个吧 对啊 十几个 反正我们今天做了第四轮是吧 对 第四轮 第四轮那个核酸检测 不得不表现一下 我们这个政府反应速度特别快 对 到目前为止 就是这十几个人啊 都是因为就是 跟高风险地区接触的那个 那个阳性的就是密接 对对对 我看一开始好多老太太 我第一天去猜场 她们家的这个财 你想想不出来 我就没好意思派照 对年轻人反正都抢不过她们 对呀对 我发现这个全中国老太太 都有一个共同这个特点 对呀她们家的你不知道呀 结果呢我们今天去炒 是啥都有 才有啥都有 除了鸡蛋 除了鸡蛋 对呀 还没到货 鸡蛋也是被她们 被她们那个早上去抢 就抢灌了 我就想不通了 我问你一下战斗民族 如果打仗的话 或者是遇到什么自然灾害的话 去抢这种新鲜的绿色的菜有用吗 真的没有 她两天就坏了 你去抢这种罐头的是吧 罐头 对罐头是吧 学到了第一个罐头 还有呢 还有啥呢 我觉得方便面也可以啊 对方便面也卖完了 对呀 不是今天和朝鮮好多 昨天卖完了 昨天就剩老摊酸菜 对呀 还有啥呢 反正都是那种 就是不容易坏的那种东西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说自己买的什么东西呢 香肠 不是你自己买的什么东西你忘了吗 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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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人只用土豆就可以活下去 因为土豆可以包装的时间比较长 还有洋葱啊 嗯 我们可以做土豆片 土豆死 土豆泥 土豆快 是吧 炖土豆 煎土豆 是不是 土豆饺子 动了一种 土豆腺的饺子 对呀 大家如果发现家里面没有肉的 然后恰好又有那个 你不要笑 饺子皮或者面粉 你不要笑 真的 真的 真的是这样 哎呀干过仗的就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这个这个是 土豆是这个 跟我们 在我们那边是跟在这里 米饭一样 这个位置 知道吧 非常的重要 对呀 没有土豆你不知道做什么菜呢 所以大家都知道的吧 去超市 我发现我们这边 我不知道北方什么样子 我们宜乡这边对吧 买的土豆都买的特别少 对 和羊羊总说 对一个两个那种买的啊 对呀 那大厦都是一代两代的买的 因为戴维特别喜欢吃一件土豆 我也喜欢 对对 戴维体内的这个就是土豆基因 还是很强的 对呀 所以都买土豆不好吗 他几个月 就算他是发芽的 好多中国人说发芽的不能吃呀 对呀 不是说不能吃吗 不可能 我们那边冬天没有什么蔬菜 没有什么土豆 我们都是土豆是秋天买的 一冬天我们卖 我妈妈卖是两顿土豆 就一冬天吃没问题 两顿土豆 对呀 因为你们那边也没蔬菜啊 没问题呀 发芽的没关系的 把那个芽削掉就行了 就是呀 为啥不能吃呢 那你们吃的这个豆芽 为什么就是这个土豆 就是发芽的不能吃 不就一样的吗 豆芽和土豆不是 豆芽是soy 对呀 豆芽也是就是发芽的那种 是不是 哎呀 我发现你非常会过日子 反正我们那边多吃我也吃 因为我卖土豆的时候 那个女的就是卖土豆的 她说这个发芽的不要拿 我说没关系的 无所谓 她这样看 你们可以吃吗 我说可以 她每次问你为什么卖那么多土豆 我就说我做这个牛肉炖土豆啊 土豆炖牛肉啊 哦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对其实我一次都没做过 因为我老公不是喜欢吃土豆 我确实不喜欢吃土豆 对 反正就这样啊 我们这边就不用强了 我觉得 这是我觉得 不是已经今天去 我你昨天没去超市 嗯 今天咱俩一起去的对吧 嗯 今天去超市已经都满了 就差一个鸡蛋 对 对肉也没人买了 昨天抢的那个样子 有些我们中国啊 提倡现在提倡就是60岁 就是不退休啊 嗯 有人已经提出来了 我感觉60岁确实不需要退休 特别是那些老太太 对呀 他们平时就是在什么 公交车里面 喊着就 就是那种上学的小朋友 让他们就是 给他们让位置对不对 对站不动啊 现在我们就看到了他们的体力 这样子 比我们这个30岁不到的 人身体好很多好不好 昨天去抢菜的时候 你让我去买点菜嘛 嗯 我一看他们在里面抢 最后买了两瓶饮料 我就出来 我真的是哎呀 对对 我们一看我们说到这个 说到就一开始说到这个航船 说说说说说到了我们这边的就 哎呀 安心在家庆祝吧 对对对对对 对 哎我觉得我觉得我们的儿子太棒了太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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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